我叫杨洪祥 我是1982年拿生罪的 当时我是机械工台兵 专制新门报道员 我是在那个8月年的5月份 接到这个政治部的 这个主任通知所 小杨你准备一下 然后呢你准备到深圳去 你过去以后就是把这个 深圳早期部队过去的 这个整个活动记录下来 另外呢拍照片 另外写文章 我的任务就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呢 交捷是很珍贵的 所以我是散着用的 就是我拿到以后 记录了深圳的第一条路 深圳大道 记录了深圳的第一个小区 基建工台兵整个号 拿深圳是两万台 深圳拿到深圳以后呢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 为深圳助了一种活力 就是一种艰苦奋斗 坚然不拔的活力 就是说把这个深圳的 这个前期的一些大的项目 政府要做的事情 有基建工台兵成的 这个照片呢 是当时在红岭大厦 当时的这个 整个大剧院这个场景 全是很荒凉的 然后呢 这个整个深圳大道 也是刚刚修好 也很折 还没有扩宽 立志公园这边的话呢 海多还是属于这种 还没有卡法的 还没有间歇的这种 没有路化的 你看光秃秃的 这个是滑墙碑 就是这个 因为现在的火叫 中国电子第一间 因为这座城市呢 我觉得给了我一种 创新的理念 一种激情 就是说一种 就是说这种 使不完的劲的感觉 深圳的四十年发展 难之不易 它是从荒凉开始 每一大接线者 都付出了汗水和心血 所以我希望 我们的年轻一代 来记住这些历史 我希望你能不能发展 我们的年轻一样 我们的年轻一样 我们的年轻一切 也许是什么